那我们刚刚注册完以后 刚注完册他问你身份 我是在学校 或者在商业单位 或是个人使用 能不能点在学校 我是一个老师 身份的地方 那点进来就注进这个主画面了 那这个主画面如果你看英文不太习惯的时候 当然在Chrome凉器你可以按右键做什么 翻译成中文 不过我跟各位报告一下 任何线上平台都不适合 在中文翻译下面操作 看可以操作是不行 老师我对这个不太熟悉 我相信这种原文是英文 如果等一下开始在设计题目的时候 请你要维持在英文见面 因为它本来是英文 你叫它翻译成中文 你等下打中文又叫它翻译成中文 有些字就出不来 就怪怪的 任何教学平台都是一样 所以我们刚注册完的时候跟他讲 我是老师 我在学校 那我们再回到这里来跟大家提一下 它的操作界面 第一个 Explorer是什么 探索别人做的 这个网站平台可能数百万人用 你可以直接拿人家题目来做测验 非常有趣简单 那第二个是什么 你所做的测验券就叫My Library 在这里 我现在都还没做 第三个 学生测验完的报告在这里 report在这里 那班级的话呢 有些要复位我们就不要管班级了 我们原理上跟你讲的是free的版本 这个你update upgrade的时候就可以去复位 那建立第一份考卷从哪里来 就从这个create OK吗 基本操作 再讲一遍 Explorer是探索全世界人做的考卷 你可以拿它来考试 当然要跟你相关的 那第二个是我出的考卷在这里 出考卷从哪里 来 再看一下这里 出考卷你可以出测验 也可以什么 把你的简报教学放上去 这也可以做 那交个两三页就可以搭配考试 这个地方是这样 那介面请各位先注册完再看一下 这个网站叫quizit 我这边再啰嗦一下 你在google打个qigig 再点这个 点这个完以后呢 怎么注册 在右上角做注册 右上角做注册 这个 来